今年7月 考古学家们对定灵开始了最后一个月的挖掘工作 定灵明十三宁之一 位于北京市昌明区大御山东路 是明神宗朱义军的灵气 定灵占地18万平方米 方后原形 前有庭院三进三出 后有伟额宝成一座 三足汉白玉石桥 在阳光下更是发散出一种奇异的光芒 挖掘工作经营得如火如荼 各种样式精美 知识考究的陪葬品 从地宫中重建天日 玉石 玛瑙 瑕疲 凤冠 东西很多不乏国宝级的文物 但奇怪的是 面对这些琳琅满目的文物 绝大多数考古学家的目光 却都定格在了一柄十分破旧的银壶上 这银壶暗淡无光 使用痕迹十分明显 而且已经有了很多极不规整的缺口 相比之前出土的文物 这柄银壶十分普通 但所有人都知道 这柄银壶并非表面所看到的 和那些贵重的艺术品有天壤之别 在它破旧斑驳的外表下 隐藏着一段心酸曲折 而又绚烂壮丽的大明王室 万历九年 公元1581年 十六岁的宫女王室 在紫禁城慈宁宫 被名神宗朱玉君偶然撞见 由于其长相清秀 气质端庄 导致皇帝色心大体 当场就临世了王室 按照宫中典规 皇帝临姓宫女 依赖文殊房间的内侍官 要负责记录发生关系的年份 月份以及具体时间 二来皇帝要及时赏赐 以做凭证 她如果宫女有印在身 依照记载和赏赐的信物 便可雁名正身 但奇怪的是 神宗皇帝临姓湾宫女王室 一拍屁股就走了 什么信物也没留下 这道十分可以理解 万历九年时 皇帝年仅十九岁 他对个人的名节十分看重 生怕被大臣们扣上一个 轻浮梦浪的帽子 而慈宫宫是皇帝生母 李太后的寝宫 在自己母亲的寝宫 和一个身份卑微的宫女 发生关系 很显然是皇帝无法接受的 所以皇帝没有赠送信物 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 名是年长矣 帝国慈宁 私信之有身 皇帝想要就这么算了 让一切悄悄过去 但天公不作美 不久之后 宫女王室就怀孕了 怀孕这件事很难藏匿 毕竟怀孕这件事 和作者本人的才华一样 是藏不住的 挺着个大肚子的王室 很快被李太后发现 李太后找来王室稍加了解 这才明白 是自己的好儿子干的混账事 儿子干的事虽然混账 但眼见自己的大孙子 或者大孙子就在王室的肚子里孕育着 李太后又不觉喜上心来 他立刻找来神宗皇帝盘问 没想到神宗皇帝十分没有担当 居然当众耍起了无赖 死活不承认这是自己干的 明使一日 誓辞生业 语机之 地不应 皇帝虽然不愿承认 但明朝宫廷中 有专门对皇帝房室进行记录的书籍 一名叫做起居住 李太后拿来起居住一对照 哪年哪天哪一日 皇帝和宫女王室干了什么 白纸黑字记录的是明明白白 铁正如山 神宗皇帝造的面色帐红 只好承认 真相已经大白 李太后当即语重心长地对神宗皇帝说 自己已经这么大岁数了 但是还没有孙子 自己是白天想黑天想 做梦都能梦到自己抱孙子 所以如果王室能生个大胖小子出来 也算是大名设计的福分 李太后的心愿十分美好 但神宗皇帝却对母亲的愿望嗤之以鼻 十分轻蔑地说 王室只不过是个宫女 何都何能为皇家单于子嗣 没想到姜还是老的辣 李太后等的就是皇帝这句话 他深知神宗皇帝自小学义宫中礼仪帝王规范 心中对封建帝制时代的等级秩序 早已经根深蒂固 可宫女王室发生过安卸 乃至于开枝散叶 但与儿女 那都是年轻的皇帝所不能忍受的 所以自己必须在这件事上天忧加粗 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 听完皇帝对王室身份的比喻和不屑 李太后表示 王室地位的确太低 可如果你嫌他地位太低 把他封为嫔妃不就得了 李太后此言一出 算是把神宗皇帝逼近了死乎他 有事 在万历十年 公元1582年 王室尽封为公妃 实现了从宫女到嫔妃的人生跳跃 当然了 这从来不是王室的梦想 他没想过会被皇帝临兴 也没想过自己会怀上皇帝的孩子 更没想过自己会成为嫔妃 对王室来说 他只是一个深陷于宫墙之内的普通女子 面对命运对他的任何改造 他只能选择逆来顺受 并且 王公妃虽然为皇帝先后待遇了一儿一女 但实际上却并不受皇帝的宠请 属性历史的朋友们都知道 神宗皇帝一生之所爱 是九贫之一的正贵妃 万历的皇后没有儿子 皇帝也就没有嫡子 所以他所有的儿子都是庶处的 而在庶处的儿子中 公妃所担下的朱长洛是庶长子 而正贵妃所担下的朱长徐是庶次子 所以按照明王朝有敌力敌 无敌一掌的宗法精神制度 寿长子朱长洛是皇位的唯一合法继承人 但由于神宗皇帝对正贵妃的偏爱 皇帝竟然破天荒的想要放弃朱长洛 改立朱长徐位太子 足可见皇帝对正贵妃是爱疯了爱傻了 为了讨得贵妃欢心 连祖宗留下的长法也干不呢 皇帝的想法很好 但苏联遵循制度 墨守成贵的大臣们是坚决不会同意的 所以围绕着究竟是立朱长洛还是朱长徐的问题呢 神宗皇帝和大臣们各自一词 相互斗争了长达15年的事情 在未来 储君之争就是十分敏感的政治事件 而万历朝的储君之争呢 则更为复杂 其间 四位首府迫于压力下台 是由于正部级官员遭到罢处 因储位而涉及到的中央和地方官员 更是多达300多位 过程虽然曲折 不过在大臣们的具体力量之下 皇帝的荒诞想法终于没能得逞 可皇帝虽然打消了改立朱长徐的念头 但也并没有立刻把朱长洛立给太子 不仅如此 神宗对朱长洛的态度是十分冷淡的 他从来不主动招见朱长洛 也不给朱长洛安排教他师叔礼的老师 更不允许朱长洛面见自己的母亲 相互于皇帝的其他儿子 朱长洛的饮食起居和服务待遇 那是最低的 神宗皇帝想要耗着拖着 但后务中的李太后就不干了 老太后找来皇帝 询问他为什么迟迟不测立太子 没想到皇帝的回答和当年别无二致 女出身而朱长洛是宫女的儿子 我瞧不起他 皇帝话音未落 却发现平日里慈眉善不得母后 脸色仗红嘴唇发抖 搏镜出更是清金毕露 俨然是圣怒至极的表现 李太后以手杖触笛 怒不可的训斥神宗皇帝 说了这么一句话 先拔至始 你也是兜人的儿子 你瞧不起公妃 看不上你的儿子朱长洛 但你岂不知 你的母亲也是宫女出身 你也是个宫女的儿子 李太后的一句话 扯下了神宗皇帝的哲修布 神宗皇帝这才想起来 面前训斥自己的女人 及自己的生母李氏 原本是宫中尼瓦匠人的女儿 也是被自己的父亲 龙姓皇帝偶然临幸 才生下了自己 所以论出身 自己要比公妃母子还要敌尖 神宗皇帝比李太后 一番话训斥得哑口无言 不久后终于策立诛伤了为太子 之后又进封公妃为皇贵妃 从宫女到公妃 从公妃到皇贵妃 王室已然实现了 他人生的三级跳 别人看起来的人生之跳跃 境遇之变化 对王室来说日子却是大致相同 他被封为公妃时 没有得到皇帝的优待 被封为皇贵妃之后 更是没有被皇帝所重视起来 因为力处争端的问题 神宗皇帝对王室和朱长乐 这对母子十分厌恶 在宫中的吃穿用度 一贯给他们的都是最低的 王室被安排在幽逼的深宫之中 独自居住 连个伺候他的下人也没有 宫中得皇帝重现的郑贵妃 又记恨王室的儿子 抢走了自己儿子的储君之位 所以平日里对王室更是百般刁难 经常指使奴婢 跑到王室的寝宴中欺辱王室 王室吃不好 睡不好 喝不好 每天还要挨打挨骂 不仅见不到自己那不负责任的丈夫 连自己的儿子也不能见上一面 每天只能以泪洗面 那日子过得就别提了 后来的考古学家 曾经发掘过王室的灵寝 发现这位大名皇贵妃的陪葬品 寥寥无几 唯一能拿得出手的 只有一件刻着大名万历 忍武年制的银壶 万历忍武年 那是王室被封为公妃的年份 可以见得 这是王室从被封为公妃 一直到他去世前 都还在使用的器物 三十多年里 他从宫女变成妃子 从妃子变成皇贵妃 又是太子的生母 一生得获的器物 却只有一件小小的银壶 王室就在那偏僻 阴冷 无人问津的紫禁城景阳宫 慢慢变老 十多年间 他几乎被紫禁城里的 每一个人所遗忘 除了他那同样在宫中 宝树七零的儿子 朱长洛 直到万历39年 公元161年9月13日 这一天 景阳宫中传出王室水米不进 已经并微的消息 太子朱长洛十分忧心 十多年间 因为自己父亲 神宗皇帝的遇旨 他不能到宫中 探望母亲哪怕一次 但现在母亲旦夕将死 自己实在是受不了了 朱长洛跑到神宗皇帝面前 双膝跪地 一顿哭天抢地的恳求 皇帝才勉强同意 他去看望母亲王室 而当朱长洛气喘愉愉的 跑到景阳宫时 他才发现 景阳宫的宫门是繁琐着的 自己没有钥匙 根本打不开 也就是说 这么多年里 母亲王室一直处于 被监禁的状态 于是朱长洛又折返回中宫 找管事在太监讨来钥匙 这才破门而入 见到了自己的母亲 十年 整整十年 这对可怜的母子终于团聚了 王室已经老了 早已不负当年的清秀脸庞 他因为长气一样不良 而干缅发滑的脸上 爬满了皱纹 手上满是洞窗 身上穿着一件宽大的袍子 但却是缝缝补补 早已经千疮百孔 在景阳宫 王室吃不上热乎的饭 喝不上干净的水 他也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 每天的日子 就是坐在门前 不住的流眼泪 多年来的以泪洗面 致使王室害了十分严重的眼病 导致朱长洛来探望他时 他摸索了一阵 终于小心翼翼的确定 这的确是自己的儿子 这一刻 王室那一只愁云惨淡的脸上 终于露出了一丝血色 他白敢交替 再度山然泪下 抱着自己的儿子 轻轻说了这么一句话 名识 儿长大如此 我死何恨 一般来说 作者在隐身一些文献记载时 总是会将古文翻译成现代文 但这句话 作者不当地翻译 也没有必要翻译 这句话的意思就和原文一样 就是这简简单单的九个字 儿长大如此 我死何恨 话骂王室弃绝身亡 也许这个世界上的所有情感 都是为了相聚 唯有母爱 是为了分离 视频做到这里 基本上就算是结束了 这期视频主角不是朱长罗 所以作者不打算 讲大之后的帝王之路 主角也不是神宗皇帝朱一军 所以万历代证 万历三大争 这些故事我也不打算再提 同样主角更不会是 任何一位帝王将相 名臣雅士 视频的主题更不是明朝历史 抑或是有什么发人声色的 告辞出品 明朝历史